叛金莲 叛金莲这个举动可是出乎武松的意料之外 这手一碰武松的肩膀 这武松啊就好像过了殿一样 蹬蹬一下子就站起来 武松站起身来之后一转身 叛金莲坐这儿吧 武松坐到叛金莲原来那座上 武松往里一坐 啊 嫂嫂 您这酒是不是喝多了点 兄弟 嫂子今天这酒一点都没喝多 我这一喝酒啊 我觉得 我好像更明白了 兄弟 今天嫂子有些话要跟你说 嫂嫂 有话请讲 哎 兄弟啊 说句心里话 你没进这个家的时候啊 我跟着你哥在一起过日子 就总觉得好像这房子啊就要塌了 有的时候说不定你哥在街上哪天卖吹兵啊 就挨人家欺负了 可是自从你进到我们的家门呢 我就觉得好像我这几辆杆停起来了 我们家里边就有了顶梁柱了 你哥在外边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他了 你说这怎么回事呢 嫂嫂 是啊 我哥哥有些懦弱 我武松进了家 自然是应该这样 兄弟 大概你还不知道 你嫂子是怎么嫁给你哥的吧 呃 我不知道 哎 这都是神差鬼使 命运所致啊 越是潘金莲用最简练的语言 介绍了一下他自己的身世 他怎么在谭太公家里边 谭太公对他怎么心怀歹意 最后他没答应 怎么谭太公把他嫁给了武大郎 说到这儿 潘金莲问了武松一句 兄弟 你说你嫂子 就我这个人 嫁给你哥 你觉得般配吗 嫂嫂 我觉得 您嫁给我哥 要从容貌上来说 我哥不如您 从年龄上来说 我哥个比您也稍大了点 但是要论般配不般配 我觉得 还可以吧 我哥那个人 是有名的老实人 诚实人 在当今的世上 能找像我哥这样的老实人 可以说白礼不挑衣 老实人 兄弟 什么叫老实人呢 老实 就是废物的别名 老实人 有什么用 我问你 老实人 能做大官吗 老实人 能发大财吗 老实人 能办大事吗 老实人 什么办不了的 这些废物 才聊以自卫 说自己老实 你大哥这个老实人 他老实的 比废物还废物 在清科县的时候 让人家欺负到门口上来 他都不敢说呀 三扁单打不出个屁来 他算什么样的老实人呢 说他老实不对 他简直就是个废物 我跟了他 没有别的 我就认命 也许 我上辈子爹妈 没有积德 所以这辈子 从我身上抱负 你哥这样一个人 我跟着他过到今天 真是不容易呀 嫂嫂 您不能这么说 我哥老实 您说是废物 我不这么看 老实怎么是废物呢 我哥哥老实 在阳谷县的县城 大街小巷 谁不知道 有个卖吹冰的武大 有名的吹冰武 走在街上 人家谈起我哥哥 都得手伸大指 他是好人品 是啊 吹冰武 大伙都说吹冰武 这吹冰武 是个什么呀 吹冰武 倒过来 就是武吹冰 就是姓武的卖吹冰吧 有什么了不得的 大伙接谈相议 挑大不歌 他们为什么 挑大不歌 你没来的时候 这阳谷县城里边 谁知道武大郎啊 是因为兄弟 你来了之后 由于你打过虎 又在衙门里边当都偷 阳谷县城的百姓 都知道你的大名 因你把你哥哥 这名就抬起来了 你哥哥 这叫星星跟着月亮走 借光啊 那不是你哥的事 那是你的本事 嫂嫂 你这话就说错了 兄弟我有本事吗 当然你有本事 你是站起来 顶天立地的英雄 做下鸭颤地坯的好汉 井阳刚上打过虎 衙门里边当都头 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 哈哈 嫂嫂 别看我武松这个样子 要是没有我哥哥 就没有我武松 当初要不是我哥哥 挑着吹冰担子 带着我吃百姜奶 我武松就不能承认 我早死了 别说当都头 连火也打不了了 嫂子 话说回来了 要没有我哥哥 这么一个厚道人 您从谭太公家里边出来 是不是也有点 无处可投啊 从这点来讲 我哥哥 还是一个好人 还是有本事 别看我有本事 没有我哥哥有本事 哎哟 你们可真是 义奶同胞的兄弟啊 说你哥 半个不字 你都不同意呀 好 兄弟呀 既然这样的话 咱们还喝酒 我不说你哥 嫂嫂 好吧 等我哥哥回来 一块喝吧 不 我看他现在还没回来 大概今天下雪 吹病不好迈 咱们再喝一个 说话间潘金莲把这酒又倒上 倒上这杯酒 潘金莲也是略带醉意 就看潘金莲站起身来 端着这个酒杯 一绕 就又来到了武松的跟前 他又绕到那边去 绕到那边之后 把这个酒杯手中端着 来到武松的面前 两个人站得非常之近 甚至于说潘金莲这个身子 都已经贴到武松的身上了 兄弟 嫂子跟你说了这么多话 是什么意思你还没懂吗 武松在这坐着 第一通 嫂嫂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兄弟 跟你说一句痛快话吧 嫂子心里头 有了你了 就是不知道兄弟 你心里边有没有嫂子 如果你要是心里有嫂子 这酒他喝了一半 杯里边还剩了一半 你就把剩的这半杯酒 给我喝了 说到这 啪 这手又一搭武松的肩膀 这回搭跟上回搭不一样 他拿那个手指都使劲的 那么捏了一下 一掐武松 在这武松 一拍桩案 陡然站起 嫂子 你放尊重一点 你不要把武松 当作猪狗不如的东西 我武松是个粗人 虽然是没有念过几天书 但是 想知道一点伦理到头 嫂子 今天你跟我说的这番话 该是罪话吧 不是你由衷的话吧 嫂嫂 你是我的嫂嫂 我是你的兄弟 这一辈子永远不能改变 要说别的 可别说武松 眼睛认得你 全球不认得你 这武松当当当这几句话 说出来之后 潘经联 当时往后退了一步 这点潘经联 这个面部表情非常复杂 说不上是羞 说不上是亏 说不出恨 说不出就弄 潘经联把这个酒杯就撂下了 潘经联当时的脸也变了 怎么着 我怎么的了 我把你怎么的了 啊 武松 你至于跟我拍出的瞪眼睛了吗 你这是跟谁说话呢 跟嫂子说话呢 啊 嫂子整天伺候你 伺候出毛病来了 是不是 刚才嫂子不过是跟你开一个玩笑 你就当真的了 啊 给我宁眉瞪眼的 这是从何说起呀 啊 好 从今往后 我算认识你了 这潘经联甩了个气的一转身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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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楼了 潘经联上楼走了 武松在这坐着 余奴未夕 武松先想 大哥 这样一个女人在你身旁 他能跟你白头歇老吗 将来说不定哪天 你要吃他的亏呀 武松正在这生气呢 武德郎回来 武德郎是顶峰冒雪呀 进屋之后 把这个吹冰弹子往这一撂 两层一撸 这个吹冰龙扇往旁边一撂 扁担往这一树 自个打扫了打扫身上的血 哎呀 这天可是真冷啊 哎 哎 武大往屋里一看 武松在那坐着的 往常啊 要是武大一进屋 这武松就得出来 帮着他 摘这个吹冰弹子 今儿个武松没动 武大一看武松这个面部表情 面沉似水 好像出点事 武大就进来了 哎 你来了 武松一看哥哥回来 武松站起来 大哥 我早回来 啊 衙门里边今天没事 哦 没事 您快坐 喝点酒暖和暖和吧 不忙不忙 今年你嫂子呢 他 他 在楼上呢 呃 怎么的啦 出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您上去问问他吧 哎 啊 好 武大一转身 登登登登登登登 上楼 来到楼上 推楼门 往里一看 这潘金莲 坐在床边上 正在那空的 拿着手劲 金莲 怎么的啦 出什么事呢 呃 你们叔嫂两个吵架 因为什么 别问我 你问他去 哎 哎 登登登登登登登 武大又下来了 哎 兄弟 那个你们俩究竟因为什么呀 呃 你 你嫂子说 让问你 大哥 我嫂子没跟你说因为什么吗 啊 他 他没跟我说 他又不说 那 我就不说了 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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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问问 登登登登登登登 他又上来了 金莲 到底因为什么呀 啊 你看看 这咱们家里面挺好的 这怎么梳梢两个 从来没红过脸 今天这这这这怎么这样呢 那 快点 下楼咱们一块吃饭吧 呃 我不吃了 饱了 呃 那 那究竟是为什么 他不跟你说 那是他不敢说 他要敢说的话 你就明白了 他不敢说呀 我也顾他的面子 我也不说 那 那你们俩都不说 那 那 我怎么办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 问你兄弟下 哎 登登登登登 武大又下来了 呃 我说武松啊 这究竟 这这怎么回事啊 啊 大哥 我嫂子没跟你讲吗 他没有啊 哎 没没讲啊 啊 既然这样的话 他不讲 我也就不讲了 您吃饭吧 我 牙脉里边有事 走了 武松一转身 大踏步 出了房门 走了 连那油靴都没穿 斗篷也没带 奔牙迷走 武大郎自个儿 一个人坐到屋子里 哎呀 这怎么的了 这是 金莲 你要是没吃饱 下来再吃点 啊 就听楼上回答 我不吃 哎 那你们都不吃 我吃 这武大郎 蹲到那凳子上 拿着筷子 这就开始吃饭 这一顿饭 还没等吃完 还差那么几口 就听外边脚步声音 武松回来 武松在衙门里边 带着两个土兵 进屋之后 这就卷铺盖 武松那一卷铺盖 武大郎就傻了 哎 哎 兄弟 你你干嘛 卷铺盖干嘛呀 大哥 这两天衙门里边公事忙 大概还得打夜班 我就不回来 上衙门里边住去了 铺盖卷好 这后旁边有一个土兵 这么一夹 武松把应用的东西 摘巴了摘巴 手中一拿 把那个凡羊粘粒带好了 把那个斗篷摘起来 身上一呸 套上油靴 大哥 林都保重 我走了 过几天再来看你 卖一步就出去了 武松往往一走 武大郎 把筷子撂下油打 这凳子蹦下来 兄弟 你 你 在哪儿啊 上衙门里了 小心点 你看这大雪天的 怎么这天搬家 怎么 这还有两口 我再吃了 他蹲着凳着又吃了 吃完了之后 这武大郎这才上了楼 到楼上问潘金莲 金莲 怎么回事啊 武松搬走了 武松刚才在楼下搬家 潘金莲在楼上听着 潘金莲没动 怎么回事啊 行啊 你兄弟呀 不是人 怎么不是人 你说 刚才 他回来的早 我给他炒了几个菜 给他烫上酒 我陪着他喝 我说呀 天冷 你喝点酒 哪个哪个身子 可没想到 几杯酒下肚之后 他跟我的言语之间 竟然调戏我 我能给他好脸吗 我给他两句难听的 他就走了 武大郎一听 别说了 别说了 金莲 你说别的话我信 你要说我兄弟 调戏你 绝对没有这个事 我兄弟那从小 我挑吹冰担子 把他拉扯长大的 他是什么人 我知道 我跟你讲吧 那这小叔跟嫂子开玩笑 绝不是调戏 潘金莲说 那么他不调戏我 就是我调戏他呗 那也不是那个 好 从今往后 你不准让他进我的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